特攻掌握上比賽第一波球權 克里斯高位 看到給到阿巴西外圍 Catch and shoot有了 一開在阿巴西 立刻投進了三分球 助攻次數最低的球隊 那他們有一個數據是聯盟第一 就是在抄截 因為就是大勝來到球隊之後 他一場比賽平均抄截 彎下腰可以做這麼多的斜防動作 這不簡單哦 黃宏瀚現在上場 克里斯假動作之後 特攻這邊 大翰要單打 回出來給傑卡 剛才跟阿巴西兩個人位置重疊 再位給克里斯 真的 這兩邊歐洲常人的大力 克里斯扭克 這個球 戰神出現失誤 給到阿巴西小泰 黑爆起飛 而且剛才可能要提防 為家要再把球回到克里斯這裡 做一個PKP 有彈接了哦 也開張了 賈瑄聲東急西的給球 又給到好拋呢 阿巴西投進了外線 阿巴西 阿巴西 做了一個拋投 阿巴西目前貢獻了十四分 要掉到籃底下 阿巴西 第一位這個球撞開了大勝 已經回到他今年了 就是被開發這個控球的責任 他節奏掌控得非常清楚 對 而且持球能力超乎大家的預期 對 夏瑄瑄這一節音得到七分 背後給球 給到克里斯 再回給雅喵 再來一個給球 一個give and go 最後是克里斯切入得分 他目前在整個戰神的團隊裡面 要融入這個團隊 會需要一點時間 會需要一點時間 哇 對 克里斯的手感太好 克里斯 用他的一個肢體跟眼神 來做假動作 假扣克 想要打 彈起來用這個點 結果被抄走 阿巴西前面有個輕風上籃的機會 謝雅圈的助攻 這一球 No-Rooting Pass 彈到底線 好 埋伏的是... 因為他的外線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拖車進來 這是韓傑龍跟克里斯的搭配 後期並沒有建立起來 那他本身的個人能力就是在靠近距的東西 必須隊友的傳球 他擅長持平 不過他的防守卡位 所以客人扭克的作用就很難被發揮出來 場上就變得滿擁擠的 韓傑龍 也比較慢 傑卡一箭傳心給到大汗 No-Rooting Pass 韓傑龍 這個球有龍哥的感覺啦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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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